港人内地生活福利深圳景点多 每逢周末都有 两港人涌到 你又有没有想过干脆搬回内地居 政府其实有不少优惠吸引香港人回内地居住 些是内地本身的福利开放给港人申请 亦有些港人身份专项的福利 以下整合七大港人在内地 获得福利 申请资格及方法 不论是学生 老人家 或打工仔 都可尽想的好处 内地早前发布了官 支持港澳青年在全海就业创业发展的12条 诗简称12条措施 当中包括鼓励港人到深圳 海工作的就业津贴 45岁以下 具有副学士或者高文庭以上学历的合资格港澳居民 若到深圳前工作 每月可获补贴金额最多不超过5000元 补贴期累计不超过三年 即最多总并可获不超过18万津贴 港深圳前海就业津贴申请方法及资格12条措 亦为港人在深圳前海居住提供生活津贴 今天在深圳前海创业或就业的的合资格港人 申领每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 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三 另外亦可申请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 同样累计期不超过三年 港人深圳前海住屋津贴申请方法及 各国家财政部及教育部为鼓励港澳学生到内的普通高校及科研院所就读 所以制定了港澳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港澳学生只要热爱国 坚定拥护一国两制 遵守国家法律 勤奋好学 格良好 成绩优异 即可申请港澳学生奖学金 本学生每年最高可获人民币8000元奖学金 硕士研究 每年最高可获人民币2万元 博士研究生每年最高获人民币3万元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详情一年 全名深圳智慧养老一年卡 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安银行发行的电子身份评证卡 提供养老服务 福利 包括免费乘坐深圳地铁 免费进入深圳市 原籍市政府旅游景区 享受长者饭糖补贴及优 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等等 年满60岁并居住于 真的和资格港人亦可申请一年卡 深圳一年卡 请方法及资格不是新鲜事 香港政府亦有相应 福利计划 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 让65岁或以上的资格长者 在移居福建省或广东省后 无需每年港 亦可领取香港政府提供的每月4060美元 长者生活金 70岁或以上长者 更可领取无需经济审查 俗称的 月1570美元高零津贴 广东计划申请资格及方法福建计 申请资格及方法 有一样内地人很羡慕的香港 奋福利就是免税买车 香港人可以透过内地海 购买一辆国产免税车 不同车型费用不同 有内人计算过 一般免税的优惠折扣都大概有接近7 2019年内地公布16项普及惠民及便利 香港专业界别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当中包括买楼自由 乡人在大湾区九市包括深圳 广州 珠海 佛山 东莞 中等 可以自由购买一层自住楼 相比起内地人 乡人买楼无需与境内工作 无需学习证明等 较为便 会港16项政策措施详情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